第三章 大脑的困境 从这个例子我们要理解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层次是 大脑只是一个认识工具 和眼睛耳朵一样 用来认识差别 并在差别中与世界互动 但是你却用这个工具来做认知的事情 于是你就会把情感附加到这些差别上 于是你就会自己制造了分离 因为分离本身是你的大脑制造的 你的大脑自然会认为它们制造的是真实的 永远不会承认那些分离的追逐是虚幻的 所以我们会说大脑没有认知能力 大脑所有的所谓的认知都是基于分离的投射 大脑自己认知的那些事物的好坏对错 你也许认为那些都是你自己的经验 总结的宝贵的个人财富 其实那些只不过是一些社会和大众 反复投射的集体性的催眠与洗脑的观念而已 这些洗脑的最后结果 就是在你的大脑里形成了无数预设的观念 这些预设观念就是你的大脑病毒 这些大脑病毒多是在集体性的洗脑过程中的构建分离模式的思维体系 你自己的大脑就是在这些分离的思维体系中 给自己建造了一个坚固的监狱 在这个监狱里 你从来都没有真的做任何的判断和认知 你只是在不停地根据已有的预设观念 进行一个不断强化你预设观念的游戏 而这个游戏的本质是 你只会相信你已经相信的 你只会看到你只能看到的 这也是监狱的本质 因为你一开始就构建的是一个基于分离的虚幻的体系 于是你在这个体系中也只会相信虚幻 你还不断地强化你的虚幻 同时你将会将所有的真实事物 阻挡在这个监狱之外 你一直在根据预设的思维模式 做你所谓的认识的过程 而这个过程的结果就是颠倒真实和虚幻 而你自己却一直认为 你的大脑是有认知能力的 你一直是公正而客观的 并且你可以分清虚幻和真实 虽然我很同意你关于这个世界 有无所不在的分离的情感因素 诸如好坏对错是非善恶 但是你说大脑没有认知能力 一直分不清现实和虚幻 还说我不是公正而客观的 这个我可不同意 我知道人类的大脑有很多认识的误区 还有很多情感因素的影响 这也确实是社会的一个问题 例如大众的盲目性 但是这些问题大家都看得到 并且是可以通过教育改进的 每个人也在有意识地与自己某种情感的冲动做斗争 你不能简单的因为有一些盲目因素 就说大脑不会认知吧 要是大脑不会认知这个社会如何进步的呢 科技是如何发展的呢 好的 看起来我们必须在深入的讲解 为什么分离是你最大的麻烦制造者之前 首先要解决你对你大脑的那种信赖 就好像你说的 你一直觉得你的大脑虽然有一些问题 有一些冲动 大部分还是理性的 也就是你说的理性 让你可以在这个世界趋利避害 在各种环境都做出正确的选择 不管最后是不是正确 你的大脑至少在努力做出正确的选择 对吗 是不是也因为这个原因 你其实至今的怀疑 泰沙天书是不是能真的帮助你 其实你知道 这个怀疑只是你大脑的怀疑而已 但是你还是相信你大脑的这种怀疑是吗 虽然你说了我大脑很多不好 我也有某种理解 大脑确实有问题 但是真的是你说的那样一无是处 你连说对错都会完全弄反吗 我可是一直对我自己的智力相当的有信心 我是不可能分不清对错的 说实话 现在我对你这些灵性课程 什么奇迹课程 泰沙天书 基本也是试一试的态度 好就用 如果不好 你凭什么逼我学啊 那不是宗教迫害吗 虽然我承认 有的观点确实很有启发 但是这些真的能起作用吗 你看你在泰沙十字坛中教导的核心 就是怀疑这个世界吗 你怎么可能让我平白无故 就成为泰沙天书的信徒呢 我可不想成为一个盲信者 所以我为什么说某些奇迹能力啊 什么预言啊 听到别人的思想啊 虽然你反复说不重要 是副产品 但是对于我们这种根本没有体验过的人 这却是破除怀疑 并相信这些事情存在的重要部分呢 你其实如果多讲讲什么前世轮回啊 表演表演隔空曲屋啊 弯曲勺子之类的事情 更有利于大家相信和学习呢 你看现在大家想起耶稣佛陀 首先想起的肯定不是他们的什么教导 而是耶稣治好了快死掉的病人 在水上走 佛陀的巨大法力能喷火光这种事情 要是没有这些明白无故的奇迹 你想要这个世界的人随便相信什么东西 就算任何书讲的再有道理也没用 所以你首先要让人们相信奇迹真实存在 人们才会去做对吗 你真的觉得你的大脑只要看到了足够多的证据 就会真的相信吗 耶稣可展示了不少的奇迹 可是人们不一样把它送上了十字架吗 当然你肯定不会因为一个耶稣或者佛陀的例子 就承认你的大脑是没有认知能力的 我们现在来解决这个问题 你的大脑究竟有没有认识事物的能力 它到底是不是像你以为的那样理性 只要证据足够充分就会相信事情 当然这不是你一个人小小的问题 这个世界的每一个人都相信自己是理性和客观的 也正因为这种自以为是的理性和客观 他们从来都不怀疑自己大脑的建议 反而不断的怀疑那些监狱外的真实的事物 是不是真的存在 我们首先要谈的是 你认为大脑有认知真实和虚幻的能力 只要看见真实的事物了 就会相信真实的事物的存在 就好像刚才你说的 你们认为只有给足够的奇迹存在的外在的证明 人们就会相信奇迹是真有的 于是人们才都会去探索自我和真理 类似的过程很多 例如你为什么会觉得学历真的很重要呢 你觉得你之所以有这个观念 是外在的证据下的推论 你看到无数人 看起来确实是没有学历就找不到好工作 当无数人都在拼命地争取各种各样的学历的时候 你在这些证据下建立了学历很重要的观念 于是你去和其他人一样地追逐学历 当一个人是相信他自己大脑的认知能力的时候 你其实都是在相信 认识是由外而内的过程 可是泰莎天书教导说 认识是由内而外的过程 人们只会相信自己已经相信的 人们也只会看到自己愿意看到的 这个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实际上不相信某个事情 就算给你看再多的事实 你其实还是不会相信 同样是那个学历的例子 你其实并不会因为你真的看到足够多的学历有多么有用的证据 而是你内在已经在外部的洗脑中建立了学你很重要的思维模式 于是你不管看到多少学历没有作用的证据 你都会把它们忽略掉 或者认为那些根本和自己无关 如果你相信什么 就算那个是完全错误的 就算你看到再多反面的例子 你也还是会按照你相信的去做的 这两观点是不相容的 人实际的真实的认识过程 到底是由外而内 还是由内而外呢 这很类似唯物还是唯心的讨论 我一向是唯物主义的 我的观点很清楚 你让大家看看你施展奇迹的能力 大家自然就会相信了 现在很多人不就是因为耶稣佛陀施展过奇迹而相信宗教的吗 认识肯定是由外而内的 外在决定内在 我可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 从来不信唯心主义那一套 唯心主义确实可以说得通 但是却不是事实 我可不相信什么你在大热天心境自然良的话 还是开空调更实在 似乎人们信仰耶稣佛陀的原因是因为很多人都信仰 不是因为他们自己真的看到什么 直接的证据而信仰的吧 不过我们先别讨论这种争议巨大的信仰真实性的问题了 也不要着急套上唯物或者唯心的标签了 要是我们现在开始唯物还是唯心的辩论 辩论一下午都不会有结果的 估计读者也就直接把这本书扔了 我们来谈几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 我们可以从具体的案例来分析 人们到底是因为什么而相信一个事物的 是不是真的像你想的因为事物本身的真实 他们自然相信 好 我最讨厌辩论哲学话题了 最好用实际的我能明白的例子说服我 我可不觉得大脑有什么很大的问题 虽然偶尔会有一些心理的盲目性进入一些误区吧 但是大部分的时候是相当清醒的 我就不觉得我怎么可能大部分的时候都像你说的 脑子一团浆糊 好吧 我们来看一个关于你怎么相信或者不相信的一个事情的例子吧 你相信外星人存在吗 这个世界相信外星人存在吗 为什么有人相信外星人存在 而有人根本不相信外星人存在呢 干嘛一开始就用这么有争议的话题呢 嗯 我当然是不相信的 虽然我一向觉得人类不可能孤孤单单的是宇宙唯一的智慧生物了 外星人应该是存在的 但是你必须证明它的存在才能说真的存在吧 那些飞碟报道虽然到处都是层出不穷 但是该信哪些不该信哪些并不清楚啊 很多人和我的观念相同 即使要把一个外星人放在我眼前 就好像桌上这个杯子一样 我肯定就相信了 但是现在好像没有这种让所有人都确认无疑的证据吧 所以很多人应该都是和我一样 并不是不信 而是不愿意简单地根据一点点的证据就相信 这样并不是理性思维的代表 如果因为看到天上几个光点 就非说有外星人访问了 这只是盲信吧 你说得真好 你和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自己是理性的 有思辨能力的 不能简单地凭一点点证据判断 可是现在外星人的报告有那么多了 飞碟的杂志每周都出版 网络上到处都有视频 录像 接触体验 你还看了不少外星人通灵的材料 一些书籍还说 不仅仅耶稣是外星人 人人都是外星人 你既然看了这么多了 为什么还是不信呢 既然你说 人看到了更多证据了就会相信 你这个是故意刁难吧 谁知道网上那些报道视频是真的还是假的 如果是伪造的呢 科学家也经常说 至今没有任何可以证实百分百真实的报道 我怎么能随便就相信了 我还是那句话 和你说的奇迹能力一样 给我看一个 我就相信 别人怎么说 看到多少个飞碟 看得多么真实 我都不信 他们怎么知道 他们看到的是真的呢 也许只是大脑病毒的伎俩呢 就算美国总统 现在宣布真的有外星人了 我也要亲眼看到 我才会相信 你真的要看到一个真的外星人才会相信吗 要是我给你看一个活生生的外星人 你又说不信 怎么办 是活生生的 不是电影 不是照片 不是视频 不是什么接触体验 只要你摆一个在我面前 我怎么会不信呢 你要是真的能召唤一个外星人来 别说我相信外星人存在了 以后你说什么我都相信 没问题 我给你一个 嗨 金蜜 我就是外星人 我是从今新来的 你最近在地球日子过得如何呀 怎么样 既然看到真的外星人了 你就应该从此相信外星人存在了吧 你这不是下脚盒吗 你怎么会是外星人呢 你的飞碟呢 哪有外星人长得和人一个模样的 再说了 哪有外星人还在中国做留学咨询服务的 直接用飞碟把客户运到美国去不就行了 好吧 我也不算外星人 那你要看到一个什么样的外星人 你才相信有真的外星人呢 最好拍着一架飞碟来找我 给我展示地球没有的高科技 顺便发给我一个类似机器猫一样的螺旋器 戴在头上 我就可以飞走了 对了 还要给我一个通讯器 以便我随时呼叫 如果未来地球有灾难降临了 把我直接接到月球之类的 好吧 你还忘不了地球要是有灾难飞去月球的事情呢 当然了 虽然你给我解释过不会发生什么全球灾难 但是我还是觉得有备无患的好 没关系 这样已经可以了 我们也不用继续谈外星人的事情了 不过 金米你回头看看 你刚才的观点 你真的觉得你的大脑有认知能力吗 核心不是你相信不相信外星人 而是你心中早已有了一个外星人 大概应该什么样 具备什么功能的预设观念 你其实已经不信外星人了 你之所以不信外星人 和多少证据一点关系都没有 只是因为大部分人都不信 或者大部分人都是半信半疑的 于是你也一样理所当然地被洗脑 而接受这种观点 然后你再根据这个概念 选择性地挑选外在的证据 你根本不会管 展现在你面前的证据到底是什么 比如我说我是外星人的时候 你说不相信 其实要是真的有外星人 开着飞碟来找你了 你也首先会想 好莱坞拍电影哪个演员办的吧 你会说给我更多的证据 否则我还是不信 这难道不是每个人的思维状态吗 你其实已经不相信有外星人的 这已经是你大脑预设的观念了 这种观念除非在外在环境发生巨大的变化 诸如几乎所有人都相信有外星人的时候 否则不管给你多少证据 你都是不会相信的 你已经提前预设了信或者不信 然后根据这些已经预设的 来继续决定新来的信息的处理方式 这可是像你说的那种 每个人都会客观地做出判断 什么是真实 什么是虚幻 你这个例子有点花头 相信一个事情确实要经过分辨吧 确实我可能有些固执 但是你怎么让我相信你是外星人啊 给我展现你的超能力吧 我就相信你 超能力不算 好像已经看过了 拿你的机关枪来看看吧 可是我就算拿出机关枪来 你也肯定会说 提前准备好的吧 这东西玩具店都有卖的啦 这还不算 就算我不断地变出各种东西来 你还是会说 好吧 我相信你是魔术师啦 我还是不相信你是外星人 本质上 你其实就是不相信有外星人 这就是你说的怀疑的过程了 你认为证据可以满足你大脑病毒的追逐 并且你认为 只要满足了你的大脑病毒 你就会相信 然后去做 可是事实却是 其实你永远都不会信 你已经不信的东西 你只是相信 你已经相信的东西 就好像我们一开始 花了不少时间 分析每个人的学习体验的过程 你想想 要是每个人都像你说的 会正确地根据证据 做出分析和选择 他们怎么会不断地去寻找各种书 然后不断地扔下 那些每一本其实都会对他们有很大帮助的书呢 为什么他们明明已经觉得自己相信了一些道理 还不去做任何实践呢 原因其实很清楚 他们已经在大脑里有了无数该相信什么 不该相信什么的预设观念 于是不管接触什么新的东西 他们都不会去做什么 客观判断 决定什么是真的 什么是假的 每个人只是不断地寻找 然后不断地放弃 他们永远都不会真的相信 也不会对自己的预设观念有任何改变 这个过程 其实和你处理外星人信息的过程完全一样 也许你觉得外星人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 其实每个主题在你生活中的每个过程都是一样的 没有区别 如果真的就像你说的 展现几个奇迹人们就会相信 耶稣都施展了那么多奇迹了 怎么最后还是会被人杀死呀 似乎杀死耶稣的时候群众没有多少人反对吧 大多数人都觉得也许有些不公正 但是这些事情每天都在发生呢 人们并未像你说的 看到奇迹就相信奇迹 然后就开始追求真理了呀 两千年前是这样 就算耶稣现在再回来 你觉得命运会有改变吗 肯定没几天就被人以冒充耶稣的为名 送上十字架了 而这个过程和你对外星人判断的过程有区别吗 人们其实已经预设了相信耶稣不会回来 所以一面热烈地期待耶稣回来 然后又会马上把耶稣回来的每个信息否定掉 把每一个回来的耶稣都送上十字架 你会觉得这些事情都不可能发生吗 记住这是每个人每天都在发生的大脑认知的过程 大脑就是一个画笔 它不可能去认知的 你所谓的认知都只是大脑病毒构建的一套套 愈合观念的监狱 然后相信已经相信的 看见希望看见的 既然这是你所有大脑的认知过程 我可以给你举出无数的例子 要再举一个更普遍和每个人都会经历到的例子吗 比如学历所有物的幻觉 爱情 亲情 金字塔 轮回转世 科学研究中的盲目和误区等等 你随便挑好 你不用再给我举例子了 我明白了 也许其他人还需要举几个例子才会彻底明白 但是我向你保证 我明白你的意思 我是做金融的 我最清楚的知道 人们是怎样自以为自己客观科学冷静而理性 几乎所有人都觉得自己是根据证据和数据做出的决定 其实无论哪一级的金融投资 从散户到专家 从上市公司到基金 所有的决策基本都是一团浆糊的 我想 估计没有任何其他领域比金融更清晰的观察人们的认知 模式的幼稚 可笑 冲动和无知了 股市投资的人多数都觉得自己是理性的 会根据实际状况做出自己看来正确的决定 而不会根据自己认为的预设想法 单纯的简单的做出决定 因为他们来说 每一笔投资几乎都是人生最重大的决定 就连买菜的老大妈都知道看证券报 他们都自我陶醉的觉得自己是根据信息和知识做出判断的 但是 那些都只是每个人自我的幻觉 无论看多少证券报 分析多少曲线 用多少高级或现代化的程序 最终每个人都只是一团浆糊而已 他们只是觉得自己在做正确的决定 而在股市 如果任何一个人真的是客观分析数据 唯一决定只会是没有赚钱的机会 亏损比例更高 于是客观的人会什么都不投资 而且很多人都知道一个很讽刺 而且很真实的关于投资科学分析的事情 三个测试者 一个小孩随便投资 一个公众的大众投资者 一个最专业的金融投资专家 三个人一起做投资盲眼测试 用的是最科学的分析手段 而不是只做了一两次测试而得出的决论 反复测试的结果却是随便投资的小孩成绩是最好的 最专业最理性的专家成绩是最差的 而这是最科学的分析 并且可以不断验证的 几乎每个人基本都知道这个事实 但是还是有无穷无尽的人 冲入股票金融之类的投资领域 如果你想找一个大脑没有认知能力 也根本不会客观的分析外在数据 只是根据预设的观念 做胡思乱小的投射 没有比金融领域更好的例子了 这肯定是人类大脑混乱和无知 最直接表达的领域了 你说得很好 但是你还没有更清晰地指出 在不论金融行为 还是其他的任何为了目标而努力的行为主义中 大众普遍的预设观念到底是什么 任何人买卖股票也好 投资也好 只要是他们想从这个领域来获得收益 他们首先是基于一个核心的预设观念 就是相信自己应该是可以在竞争中取胜的 只要足够努力 足够勤奋 足够理性 分析足够的证据 就可以做出正确的决定 每个人都是基于这种相信 去努力完成这个工作的 这就是我们上次分析过的 基于行动主义的成功的幻觉 在你所谓的分析过程中 老大妈看证券报 哪个老大妈不觉得自己是理性的 不觉得自己是可以成功的呢 他因为自己预设的观念 他必然会更多的看到赚钱的例子 而主动去忽略赔钱的例子 不是吗 行 我接受这个观点了 大脑根本没有认知能力 是完全根据预设的知识来工作的 那这些预设的思维模式来自哪里了 是来自这个社会的行为主义 英雄主义的那些电影和故事的洗脑的结果吗 我其实总是在想 为什么我总要不停的买一些更好的笔记本 更高级的手机 不停的想要找投资机会买房呀 投资股票呀 其实本质的原因是这个世界 在几乎无处不在的告诉每个人 有更好的手机 更好的生活 女人长得美很重要 男人很有钱很重要 等等各种各样的思维模式 其实这些思维模式都是外在强加的 我们原来都不信的 但是在这个世界待久了 就真的相信了 从这个角度看 人们确实是依据已经建立的预设的观念 然后才做出判断 可是我明白了预设的观念的存在 那为什么我的大脑会预设外星人不存在的概念呢 其实我自己觉得自己还是挺相信外星人这回事的 注意你的大脑不会预设任何事情 它只是不加辨别的接收 外在已经预设好的概念 本质上你之所以信或者不信一个事情 唯一的原因仅仅是外在大众普遍的信或者不信 就好像关于外星人 因为这个世界普遍是不相信有外星人的 普遍怀疑真的有其他智慧生物存在这个问题 这种预设你会在各种各样的环境中反复的接收到 然后被强化 所以你的大脑会记住外星人不存在这个概念 就好像你提到的那个所谓几乎所有的外星人 飞碟的报告都是无法证实的 一样 这只是一个强化已有概念的过程 不过因为你的环境会变化 大脑预设的观念也会不断的变化 我们反复强调 大脑不会认知 只是无分辨的接收而已 三百年前科学和现在的自我探索知识的地位一样 仅仅只是少数人看到的真相 大部分人还在宗教故事的幻觉中 大部分人一样在某种预设中 不管你和他们说了多少 日新说上帝并不存在的概念 不管你拿出多少证据 他们一样不相信 大众都会觉得把布努诺烧死是合理的 尽管现在看起来这是多么荒唐的事情 但是当时间发展 当科学占据人们思维和大众传媒的主体的时候 人们也会慢慢地改变这种预设 认为地球当然是圆的 但是又会去进入其他的认知误区中 类似外星人等等的问题 这种大脑的固执和偏见 在每个世界都或多或少存在 你也许觉得现在的世界比三百年前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但事实是 在人们对自己的认知模式的问题上 对大脑的依赖和依旧的固执偏见上 其实没有任何实质的变化 这个事情几千年前是这样 现在还是完全一样的 只要人们不反思到底自己 为什么而相信或者不相信一个事情 只要人们还坚持相信自己的大脑有认知能力 继续依赖大脑病毒 所有的错误就只会不断地重演 你其实一直在被你的大脑感觉和思维方式局限 而远远不像每个人自我感觉的那样 是真的根据外在体验而相信 然后行动 这些问题都无关于你有多少证据 或者看到多少的表演 而仅仅只关于你到底如何看待你自己 你如何思考内在和外在的关系的 所以不管耶稣曾经施展过多少奇迹 世界肯定还是要杀死他的 因为人们其实不会因为展现更多的奇迹 而相信耶稣 他们只是相信自己已经相信的 人们已经相信这个世界有坏人 坏人会破坏自己的生活 于是好人要打败坏人 耶稣被钉上十字架 难道不是因为人们都相信他是坏人 无论耶稣展示多少奇迹 人们还是只愿意相信自己已经相信的 而根本不愿意去相信那些奇迹 事实上 那个时候 人们普遍觉得奇迹是恶魔的象征 现代人看起来比两千年前的人进步 其实本质的方式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所以我们之前说就算耶稣现在回来 命运应该和两千年前差不多 千万不要觉得社会开放了 科技进步了 宗教发展两千年了 这个世界就会换一种方式对待那些大师 大部分人都是被内在分离的恐惧和大脑的幻觉所操纵的 除非你跟随太傻天书的教导 开始锻炼思想的过程 真正地进化你的大脑 否则你始终都会在那个圈子里打转 渴望解脱 自己却把每一次解脱的机会都推出门外 记住 分离的思维模式从来都不是小事情 而是一切问题和痛苦的根源 只要你一天还在信任你的大脑 你就一天都不可能逃出那个监狱 但是很多人包括你一直都认为 预设的思维模式 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心理偏好的问题 就好像上次你说的趋利避害 没愁喜好 这些只是人类的美好的情感 在真正重要的问题上 人们都会理性地做出正确的选择 而事实上 分离的预设的观念从来都不是什么小问题 而是一切痛苦和矛盾的根源 而最终大脑其实没有任何认知的过程 大脑只是相信已经相信的 看见自己希望看见的 不管是金融 外星人 学历 生活 爱情 一切的领域都是一样 这个我也同意 三百多年前 荷兰就有了郁金香泡沫 这些和现在的金融领域 房地产领域等各个领域的那些 或大或小的失败和损失 无一不来自人们大脑的固执和偏见的部分 可是这些固执和偏见 这些预设的观念 本质是什么呢 只要我们不看那些英雄主义的电影 并反思自己行动主义的思维模式 就能破除的吗 应该没有这么简单吧 这个事情已经被人类反思多少年了 该愚蠢的还是继续蠢着 该犯错的还是继续犯错 我虽然在金融领域也许是庆幸的 但是在其他领域 我都不知道自己究竟该怎么思考 应该相信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